公读圣马逗福音 那十二人中 一个名叫加略人的尤达斯 去见那些师祭祥 说 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银子 从那时起 他便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 无敲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对耶稣说 你要我们在那里 为你准备愉悦节的晚餐呢 他说 你们进城里去找某人 告诉他 老师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们在你家里守如月节 门徒们就按照耶稣所指示的 准备了如月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入席就座 和那十二门徒一起 正在吃的时候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便十分苦路 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对他说 主啊 主啊 不是我吧 他回答说 是那与我一同用手在盘子里暂食的人 他要出卖我 人子固然要照经上 关于他的记载那样离去 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对那人来说 如果他没有生在世上 反而更好 那出卖他的油达斯也说 那比 不是我吧 他回答 你自己已经说了 上主的话